事务分布后,范冰冰日子依旧过得风生水气,国内付出艰难就转战国外,前段时间刚飞往美国为好莱坞355配音,却在街场被拍到腹部隆起身材发福,疑似怀孕,对此工作室回应称是吃多了,大概是为了挽回女神形象。 12月12日,范冰冰粉丝团发布了一组写真,照片中范冰冰背着最新款的奢侈品包包,一头黑色长发加上标配的红唇和墨镜,进鞋女王气场,一双大长腿格外吸睛,即使穿着长靴也丝毫不尽臃肿,和八天前的机场照判若两人。 细心网友发现,其中一张图里的墙被劈歪了,不仅形状对不上,甚至直接把边缘都模糊了,范冰冰的筷子腿原来都是劈出来的。 遭到质疑后,范冰冰粉丝团删除了这条微博,重新发布,把原来的六张图改成了四张,会有几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。 前几天范冰冰还公布了一段在美国工作的视频,范冰冰透露因为要保持身材,早餐只能吃三个红枣,为了重回颜值巅峰也是很听了。